来人比飞机汽车好时 这里地处四川省大巴山深处 一个叫河口的地方 沐船是村里唯一的运输工具 油盐酱醋生活用品 都得靠船从外面运进来 船工张亭兴在这条路上奔忙了25年 今年50岁的他 起了个大早又出发了 这条勉强能通行的河段叫百里峡 两边都是峡谷 中间留了条缝隙供船工们讨口吃食 这几天村里发现了新的草药 家家户户都晒了点 必须抓紧时间运出去卖钱 本来下雨天不利于航行 除了容易生病外 水势变化还大 幸好这次船队有张亭兴 每条船的船头被叫做家长 张亭兴这次也是实打实的家长 船队一共五艘船 三艘船都是亲儿子华 还有两艘是女婿们负责 她也是成为女婿才继承岳父家的手艺 五个儿子两个女儿 现在家里还有三个儿子没结婚分家 一家老小都靠船域养活 他们也不是365天都在船上 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农活 既能照顾家里还能赚钱 在1993年确实是个美差 不过现在到处都在修公路 水路运输估计支撑不了多久 中午时分船队在阳突洞停了下来 事先备好的木块锅碗瓢盆都有了大用处 虽然才出发半天 这一顿却半点都掺不得甲 吃了饭就要开始升班硬转 阳窟洞这里有个险滩 经常有落石 河道又险又窄 上下两头的船家一商量 只要行船到这里就换船 张廷兴他们必须把草药加过时 搬到下面的船上去 这种方式要持续到 汽车完全取代木船的那一天 过了阳 窟洞就到了爆木滩 数不清的船只在这里被打散 死的人双手双脚都数不过来 百里侠桶公落差有两百多米 一百多个险滩 在这种激流下 他们决定调转船头 船尾往前冲又叫做调船 经过一路的艰难险阻 天彻底黑湾前 船队终于来到了终点樊快镇 传说樊快将军曾在这里招兵买马 今天这些战队了 我们都是穿上乱惯的 反正晚上 走个安全的地方 这个冬岸天都不能 日天的这个安全的地方在 结果靠到就晚上 还是在船上堵 船上吃 吃住都在船上 他们又叫顶着房子出门的人 喝酒不开船 开船不喝酒 船公们平安到达终点 总是要喝点烈酒 庆祝之余 顺便驱寒 一个船上除了家长 还有三个拉线的帮工 相当于四个大男人睡一条船 一大早 他们就卸了货 离返航回去 还有一段时间 这是他们最轻松的时刻 初来时带的东西有限 虽然来时只花了一天 回去却要四五天时间 在船上草草吃过午饭 每个人都开始去采买 初来石乡里的邻居都有嘱托 反快镇做生意的人多 现在也通了汽车 各种货物琳琅满目 走几步就有人给他们打招呼 当船工的没有几个人员不广的 他们就是上下游的联络中介 白石空空的被拢 不一会就装满了各种食材 货物办完了 年轻人就去镇上看电影去了 留下几个老伙计继续装火 这一趟他们主要拉的是大米 一般说来船船好后就不会有耽误 张廷兴一个月要跑五六趟 这样一来 一个月就有上千元的收入 在1993年的农村 这笔钱着实不少 百里侠行船最艰难的时刻来临 上行船必须要靠人工推 无论冬下都必须脱掉长库 下水在激流里前行 每个船上带三个欠夫就是这个作用 使劲拽着欠绳曲着身子 一穴一拐地往前脉 现在还是三月 高山上的雪还没融化完 河里流的全是雪水 冰冷刺骨 他们必须云着力气 没有拉一拉就停下来的道理 水势平缓的时候 三个人拉一条船 遇上激流险滩 船队欠夫就合在一起拉 这就是他们组队的意义 相互间有个帮衬 单说这一趟一去一回 欠夫们到手能拿到三十块现钱 吃住都是船家长的 每个人还要发一双草鞋 相比 而沿船家长赚的是他们的几倍 想要雪船 基本都要从拉线开始 欠夫也是有门道的 不过现在雪船的人 越来越少 山里就要通公路了 以前百里侠共有五六十艘船 现在只剩下二十艘左右 在水里实在是经受不住了 就会找个平滩点个火堆 全身烤热了再下水 拉线的第一板结束 船工们拿出了随身带的扑克 年轻人经历旺盛 习惯晚睡 行船多年的老手 更在意自己的身体 能在船上几十年无事发生 也算是幸事 第二天 中午 船队又回到了洋窟洞 舰夫们又成了搬运工 把货物搬到上游的船之里 过了洋窟洞峡谷越来越窄 除了船队 基本遇不到什么人 水声和船夫的吆喝声 在峡谷上方交织 现在是最显的河段 之前只留一个人 在船上控制方向 现在一艘船要分派三个人 因为一个不小心 船就会拍烂在峡谷里 一艘一艘的过紧渗着来 上行到第三天的时候 终于到了比较平缓的河段 年轻人们终于有时间捕鱼了 也算是改善火时 哪个船公没点行船打鱼的本事 有时候还会捞起几只娃娃鱼 也不敢吃 马上放掉 粘到手就会被罚款 拉货赶时间的时候 边做饭边赶路 多数时间河里的水 都能直接饮用 涨水的时候 就在岸边挖一个小洞 多少过滤一下黄沙 船公们吃饭还有规矩 不能跨船吃饭 不能擅自端饭到岸上吃 除非把锅也带上去 否则就会视为不吉利 拿命赚钱的人 多少都要讲究点 张廷星的儿子们都在划船 闲下来他就会观察 每个儿子性格技术都不同 唯有二儿子深得他心 不仅划船技术好人品也好 遇上有灵气的健夫 他也会多指点一下 张廷星家里有个规矩 儿子不能出去打工 跟着他拉货就能养家糊口 既能赚钱 又不用出远门 弟弟家里一把抓 建夫们初期的今晚没打开 反而谈起了女人 在打工棍和成家之间 当然选择老婆孩子热被窝 从繁快镇上行的第四天 到达了河口船公们的家都在这 一般都要休息一天再赶路 早已经等着的相亲 三三两两的前来 带走了自己的货物 张廷星开了个小卖部 由妻子打理 这次他带回了一些石心香烟 大儿子也回到家沐浴里面 家里的重活 他都提前干好 而妻子正是看中了探龙干 靠推船技术赚钱脸上有光 从河口乡再往上行 河道更加狭窄 刚出发就是一个激流险滩 建夫到了这里就很少有路 在各种峭壁间攀岩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拽下船 这也是考验船家长的时刻 全靠经验渡过闲滩 一般人都不敢坐船上 没有一定劳力和技术 赚不到这个钱 我就是男人的机制外 穿大张 穿大张帮我奔到河口去了 我打了多远 多大的水打了多远 我然后爬起来 爬起来就 就害了十几天的病 然后就是要拉船 醒来一声 就打探的当地要注意 小心 离开河口的第二天 雨下个不停 船队只好停下来等雨停 耽误两三天都是尝试 最多的一次耽误了二十天 等到天色好转才继续赶路 还有半天才到终点 早就有老乡在驻地等着买米 卖完一些又继续赶路 经过七天的航行 船队终于到达了机畅乡 再往上传队 就没有航路了 早点下火早点回家 顺着水下行 总是容易许多 张亭星 要赶时间早点回家 家里还有三个儿子 等着他赚钱回家娶老婆 只要成家他的任务 就完成了 在大雾笼罩的百里侠 虽然显得有几分清冷 但是欠夫耗子 却让侠谷里有了生命的活力 这群把命栓在裤腰带上的男人 靠着他们的痴孔耐劳 攒下了一笔财富 万万没想到 他们成为了时代的记忆 当今的活化石 那些曲调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 发动机成功取缔了他们 却抹不掉山谷里的回音